如此乾淨的聲音 詮釋著阿美族的族語歌曲 他們是飛鴻樂團團員 已經發行過兩張EP的他們 目前正在籌備全新的新專輯 希望結合原住民元素的曲風 其實有原住民的成分 跟非原住民的成分在 對 可是我們又不想說 要太走 過於就是 怎麼講 太多族語的成分在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我們的身分 然後跟現實的那種流行元素做結合 每一首創作的歌 都是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 三位團人雖然是原住民 不過從小從租會區長大 遇到壓力時 也會藉由創作抒發心情 以此也創作出不同情境的歌曲 他們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回到部落 把自己的音樂專長 分享給小朋友 所以說如果可以 對他們做出一些貢獻的話 我是覺得還不錯 因為就對於 因為那邊在聽的音樂 跟我們在 可能跟我們在台北 然後跟我們寫的歌都不一樣 所以可以過去做一點交流 還有交小朋友 飛鴻樂團希望除了未來 能夠參加國內的大型音樂活動之外 也能夠把表演舞臺 拓展到國外 跟不同的文化交流 他們現在正在努力籌備首張主語專輯 已經十一月絕會發行 記者Langus在台北市採訪報導